好 那麼再來關心到現在綠營委員 他們是在場外不斷的聚集民眾 來發起所謂青鳥行動 要來壓制這個藍白強勢的通過法案 但是現在民進黨高層的脫口而出的一席話 發現怎麼查水表查到自家人身上 國家機器動起來了嗎 好 這是來自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上了政論節目居然脫口而出說 他們現在正在做什麼 用手機訊號的定位去分析 在立法院外頭的群眾年齡 好 去比對一下身份 看有哪一些人之前有參與過太陽花運動 哪一些人是新面孔沒有參加過 好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就直呼 感到十分恐怖又震驚 難道老大哥還在嗎 國家機器正在監視大家嗎 如果民進黨政府真的用電信來偵查 誰有參加群眾運動 那是台灣人權的一個大倒退 認為檢調應該要主動介入調查 好 民進黨就反駁說並不是喔 他們說呢 這樣透過人流來取得特性分析 以手機訊號來追人 他說呢 過去像什麼新北耶誕 也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喔 他說去扯國家機器 扯到國安單位 是國民黨太會幻想了 但是國民黨繼續說啊 民進黨根本就是用手機來監控人民嘛 你就是在做這樣的事啊 為什麼美化呢 而且呢 民進黨還大言不慘 認為呢 這筆茶水表還要恐怖喔 那國民黨的主張呢 當然現在也獲得了民眾黨的認同 認為這番話 王毅傳的這番話 真的是讓人聽了毛骨悚然 好 網友也說感謝你 講出來大義滅青 把綠共的陰謀給揭穿 國家機器真的動得厲害 還監控人民的喔 到底誰才是獨裁 好 看到現在呢 這群抗議的群眾 其實也影響到了一些民生 因為周圍就是台大兒童醫院 好 結果呢 院長算是很委婉地勸大家 你要表達訴求 我尊重 但是希望不要到干擾民眾的就醫修養 結果還反被網友嗆耶 說退回這法案就不會打擾到你們了啦 為了民主 難道忍耐一下不行嗎 還好吧 好 現在整個撕裂民心出現了 我們今天參與到這個對談的是 國民黨發言人楊志宇 志宇您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想要請教一下志宇 剛才呢 我們聽到 這個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他是在電視節目 分析這次所謂青鳥運動參與者的年齡 居然自爆是用手機定位來辨識身份 但其實這就是一個監控人民的做法 現在一個人權大倒退出現了 那民進黨回應 這明明就是一些商業活動人流 一些很基本的方式 過去新北耶誕城曾經用過 但是觀感不好耶 現在難道民進黨發起的群眾運動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嗎 你們國民黨怎麼看的 其實這個真的就是一個最大的證據 什麼證據呢 為什麼民進黨要阻攔這一次的國會改革 這個真的就是他們最大證據了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王毅川昨天 在政論節目上面講 他說可以看到這個年齡的分佈 然後他的這個成分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他不僅這一次青島東的這個活動 他連上次519民眾黨的活動他們也有做監控 甚至呢到這個總統大選時期的活動 他們也在做監控 我們就想問王毅川 民進黨是誰給你們資料的 你們的資料詳細到什麼樣的程度 而你們又是拿著什麼樣的名號 可以去獲得人民的個人資料呢 這些其實都有可能有違法的嫌疑 違法個資法 甚至妨礙秘密的等等的罪嫌 這些都可能有違法的 而剛剛他講到了 這個民進黨馬上來去做反駁 說這個新北耶誕城啊 台北燈結啊 燈會啊 都有做這樣子的這個調查 可是剛剛馬上蔣萬安市長 就已經直言了 他說用基地台取得訊號得知 民眾的個資是不當的 而且有違反的嫌疑 台北市觀傳局的王秋冬局長也說 拿到個資並非北市的能力範圍之內 而新北的交通局也回應 新北市的大型活動期間 要求主辦單位 向電信群購買的這個手機信號 只是來推估人潮而已 資料都是去各資化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看到這些年齡的分佈 也不會呢 沒有辦法去重複的去分析 只能推估現場的人數 和滯留的時間和方向 而萬用川甚至 在這個政論節目裡面還講到說 哦 可能就可以知道說 他是小草 他是太陽花 那你要怎麼透過這個年齡的資料 或是說他的人數的資料 知道他的政黨傾向呢 這個我們就非常的懷疑 他們裡面這個個資 到底細膩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來探究 王毅川他這些話 代表了哪些含義 第一 524的活動 是不是真的有透過電信局的資訊 在監控所有參與者的資訊 第二 524不但有人監控 這些所有的這個參與的監控資訊 其他的集會 甚至其他政黨的活動 可能也有人在監控 第三呢 不但有人在監控 這些監控者還會把這些資訊 提供給民進黨專用黨部 第四 民進黨是不是早就用這些數字 在分析拿來做政治行動的依據 所以我們也想繼續來了解喔 他們到底掌握了多少 掌握了多少資訊 而這些資訊呢 赤裸裸的濫權 檢調的偏袒 監察院的失能 更正是我們這一次國會改革 必須要來去重新啟動 這些聽證權跟調查權的原因 所以如果立法院有這些聽證權 有這些調查權 我們是不是呢 就可以把這些利害關係人 這些廠商 叫來到立法院好好的去了解 他們為什麼可以獲得這些資料 為什麼可以把這些資料給民進黨 而這些多少的 後面的我們看不見的這些資料 各自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提供給了詐騙集團 有沒有可能你看像民進黨 趙天麟跟中共 中國的關係就很好嗎 他們有沒有可能把這個資料 洩漏給這個中國大陸呢 我們怎麼知道呢 這一些都是王毅川 不小心脫口而出的這些話 讓我們啟發的所有所有的疑慮跟爭點 我們也希望民進黨 一定要好好的講清楚說明白 而國會改革就是要去揭發這些真相 好接下來要繼續請教治癒的是 雖然我們看到立法院外 的確聚集了不少的人潮 他們聲稱是支持民進黨 要反藍白推動的國會改革法案 但是把整個民調放大 現在低卡上也最新民調揭露了 是其實將近九成的民眾 是支持國會改革的喔 那面對呢現在立法院外頭號稱 這個青鳥行動到底接下來 國民黨會有什麼反制行動來應應啊 其實這一次我們國民黨的速度 可以說是非常的快喔 雖然辟謠總會比造謠慢一步 但是我們更新和辟謠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我們是多點的去開花 然後來去做這個網路上的進攻 首先喔 文團會真的做了非常多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們在圖卡跟端音上面 我們用海量的圖卡 加上端音音 直接去壓制對手的這些造謠的言論 而且我們也跟黨團的委員 一起來做合作 讓大家都能去擴散這些圖卡跟端音音 我們這邊有提供一些簡單的數據喔 國民黨的黨專長做的圖卡 影片呢 影片26支圖卡有43張 民進黨呢 影片11支圖片26張 民眾黨呢 影片1支圖片21張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國民黨文傳會做的圖卡跟影片喔 一個政黨可以抵押 兩個政黨加起來的數量 而第二 除了圖卡跟影片之外呢 我們新媒體部呢 在每一次表決的時間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來到立法院 像我現在人就在立法院 我們就會到立法委員的辦公室 跟委員們一起作戰 每一個發言人搭配一個議員 或是搭配一個委員 我們做最快最新的現場直播 跟直擊的訊號 然後呢 把這些低手的資訊呢 都可以快速的傳遞給我們支持者 傳遞給所有網路上的支持者 讓大家看見國會的真相 就是在剛剛其實我們看到 我羅斯強委員在議場 被蚯蚓委員刪了一巴掌喔 我們也是第一線 馬上獲得這個影片的資訊 而國民黨也馬上出了端影音 來去揭露剛剛的真相 第三呢 我們結合新的科技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次 部分區的立法委員 寶博士 葛魯軍科技立委 他呢就來幫助我們 一起來做了這個網頁網站 那我們總共有三個新科技的平台 第一國民黨文傳會做的一個叫做 國會改革真相揭露平台 這個平台呢是朱元主席喔 請我們一定要趕快去落實落成的 因為他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更了解資訊的真相 裡面有非常多的圖卡揭露 還有時間的軸 時間軸都可以讓民眾很好的 非常詳細的去閱讀這一次國會改革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葛魯軍委員呢 他也在他的網路 他的社群平台 跟我們一項做一樣的事情 讓大家有更多更方便的管道 KG瞭解事實的真相 第三我們青年團呢 透過AI的力量喔 我們把所有的條文時間軸 放到TrapGPD裡面呢 去訓練那樣的機器人 讓大家可以透過TrapGPD的詢問 一問一答來了解說 他可以問TrapGPD說 請問民眾會隨便被抓去關嗎 那TrapGPD會跟你說 哦不會 因為根據第幾條 第幾項的規定 哪一項他會抓誰 他們是針對哪一些人 來去做什麼樣子的懲罰 或是約束 都會在裡面講解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民眾也可以用TrapGPD 來去解禍 而避免這些謠言的產生 第四呢 我們不斷的在社群上有發生 大家都知道喔 不管是迪卡 PTT Thread IG 臉書 都是非常重要的社群平台 而這些社群平台呢 他們裡面的受眾也有不同 那大家可能都會覺得說 Oh Thread上面呢 綠營的特別多 綠營的非常多的粉絲 都會在上面不斷的出征 意見不同的人 可是呢 我們發言團隊 我們的青年好朋友們 都在上面呢 不斷的去宣傳我們的圖卡 希望在Thread上面 也要讓大家看見事實的真相 而我們在這幾天的這個資料的收集啊 或是在社群上面感受這樣的氛圍 我們發現其實在Thread上面 也有一群人 他們其實因為這些民進黨的激進的支持者 而感到反感 但是他們不太願意表態 他們是沉默的多數 所以我們發起了 我不在青島東的運動 我們希望通過這樣子中信中立的立場 讓沉默的多數 可以有一個發言溝通的管道 而我不在青島東 我們不是要表達我們討厭民進黨 或是我們支持國民黨 我們只是希望讓大家看見 在年輕人的聲音裡面更多元 更能夠去開放的 讓大家有表態的機會 而我不在青島東正是代表著 沒有上街的不代表不愛台灣 而上街的不代表全部的台灣 所以這一次 國民黨並沒有實體的動員 我們尊重大家上街 我們尊重大家有各種 多元的意見跟想法 但是我們不希望出現對立 我們不希望出現衝突 我們更不希望散發仇恨 而這是台灣民主社會必須要進步 必須要邁進 我們必須要冷靜下來 理性的溝通討論 而揭發這些弊案倒回真相 我們也不會再忍其吞聲 好的確必須要理性溝通來討論 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志宇發言人 在線上跟我們詳細的分析下 國民黨目前採取的一些立場 非常謝謝志宇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東京都挺有趣的 不確的 你確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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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否有個心點 要你確認了嗎 我確認了嗎